好,来,我们来看这个monarchy,就是他的王位 好,来,我们来看,这是哪里啊? 第几页? 第四十,四十二,四十三吗? OK,the monarchy 有发言,monarchy 好,这座君主是,就是有king,有国王,或是有皇后的 好,我们要先看呢,现在的这个 她说现在的这个女王,Elizabeth VII,回应三百二世 是directly descended from king Edward 好,谁是 Edward? 请你帮我看到,注释第四吗? 然后后面,你们是,我发现你们问的问题,注释都有解答 你们都没有看后面的注释,对不对? 我都很早 刘宋注释,他就是诊断,诊断,诊断,诊断解释,这样子 OK,好 好 为什么? 那就是,其实你们看的比较懂,有什么不好的? 他也是有问题的 还是有问题的 好,来,所以他这个王呢,其实是很特别的 他从,所以他现在的这支醒脉 OK,从King Edward开始,从1829年到现在 所以也几年了? 一千两百多年啊 OK,好恐怖喔 你可以想像吗?一千两百多年的王位耶 OK,都是同一个血脉的人,OK 好,那接下来Garindan他讲Divine Right of Kings OK,他们觉得君权神兽 OK,不是神兽喔 不是年兽的那个兽,是给予的那个兽 OK 因为神兽,我想你们会听错 好,他讲君权神兽的概念 好,那也是要看后面注释,好吗 他说啊,君主政体的权利主要是依照古老的君权神兽言论 好,只要是讲君权神兽的概念 那君权神兽是什么呢? 他就是觉得啊,国王的统治权是上帝给予的神兽 OK,然后所以人们呢,对他的统治 如果有怀疑或是反抗,都是错的 都是罪恶的,因为你不可以反对God OK,那这种理论呢 以前五代的时候,人或许OK 但是当他们智商,也不是智商啊 当他们越想越多 尤其是有科学的理论进来 他们就会觉得说真的吗? 只是因为你今天很lucky,身在皇室吧 对不对? 所以当他,当这个阶级不同的 有不同阶级的产生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有怀疑,开始challenge 这个Divine Rights of Kings OK,君权神兽这个概念 OK,然后接下来一样第二道 我刚刚要第四事业了 他说有一个Civil War,有一个 叫什么? 有一个战争,对吧? 然后Civil War呢,我们也要看后面的注释 第六语念第七语念 他说Round Heads OK,Round Heads叫做圆乳党 圆啊,头啊,Round,对不对? Heads,Heads就是头啊 但是他叫圆头党很难听啊 所以叫圆乳党,乳就是头 OK,然后他说以奥利佛 Civil War为首的圆乳党人 他在1642年到1652年 这十年英国内战的期间 他是议论议会派的成员 那英国为什么要叫圆乳党人 是因为他简短法而成名 那他是议会派的嘛 所以相对那时候的内战 就是议会派跟国王派的那个 不是国王派 支持国王的那一派 那都歧视派的那个 那个斗争了 OK,好,那接下来这文章里面 还要讲到查理是 查理是仪式,对不对?在后面 他说什么? 然后他说呢 在17世纪的时候 there was a civil war in England between Republican roundheads led by Oliver Conwell who wanted to abolish the monarchy 所以圆乳党他是想要推翻这个王位的 OK,and the realists who wanted to continue 大家也有支持了皇室派的 希望这个皇位呢 君主制呢是持续的 那Ron has succeeded in outcasting monarch Monarch 他是查理是仪式 他是圆乳党支持的人 OK 那他其实呢 只有 rule for just 18 years before monarchy was restored OK 他这位圆乳党其实是部分成功的 對不對? 他对抗国会 所以圆乳党推翻了查理仪式 OK 那他的这个圆乳党领导的共和体育 包括肯持续了18年 然后呢 在这个为首 在科威尔为首的圆乳党 这个人死掉之后呢 那查 流亡在法国的查理仪式的儿子 回国重新登基 又恢复了君主制 所以呢 这个他们有君主制 这个并不是一起 都是对人民所接受的 嗨 晨宁 Why are you here? 你在在干嘛? 我小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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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你们同学有问我说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君 为什么有King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King OK 其实也不是一直以来 人民都很支持他 你们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人都爱女王 好 所以你们问我说 为什么人民都爱女王 其实 以宏观的而言 英国人并不是一直都不爱皇室的 嗯 我没有解释为什么 那这个女王特别爱戴 是因为她其实 请听人民的声音 所以 课文里面有一些 所以她特别 而且她的行为 都在方寸之内 从来没有出格过 出轨 不是出轨 就是你知道 出了皇室的框框过 不像她的儿子吗 对 对 她的妹妹 都不像这些人 所以说 英国人现在爱的是 见一个女王 其实并不是 这个君主系统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 这很重要是 Megna Carta 她叫做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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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英王 约翰 OK 的一线政策 所以就逼着这个英王呢 签署了保障部分公民权 还有政治权利的文件 要限制国王的权利 OK 所以大宪章 在历史上是 很重要的 对 因为在大宪章之前 国王的权利是无限的 没有啦 她就是领主逼她 她就没有绑架写 大宪章现在 一共有四个piece OK 她是写在 她是写在羊皮纸上的 然后有分成四份 OK 然后都是拉丁文写的 在英国有一个 有一个教堂 Salesfree 她教堂里面 OK 那教堂长什么样子呢 我Google给你看 那个时候是拉丁文 反正就是古英文啊 没看懂的 还是因为 拉丁文不会改变 是什么 没有 拉丁文是文字的源头 拉丁文是什么 我不知道 拉丁文是 不会改变的 他一直永远都会改变 因为拉丁文是一个死文字 It's dead 好 来这个就是 Salesfree大教堂 OK 很漂亮吧 你们有没有在看啊 有 有 有没有在看啊 那Salesfree大教堂 他非常的漂亮 那他这个尖塔呢 是英国最尖的教堂 对 他这个塔是英国最尖最高的教堂 OK 好 那这个教堂呢 你只要看到教堂这样本身尖尖的 那是哥德式的教堂 OK 为什么叫 哥德式的教堂 好 来 这个大教堂呢 哥德式的教堂 其实教堂有很多种 有罗马的 罗马式的是圆柱的 大柱子的 OK 哥德式的是尖尖的 OK 为什么他会尖尖的 你走进去哥德教堂 哥德式的教堂 你会感觉说 啊 我觉得我好渺小 OK 他故意要这样子 他故意让你走进去 有觉得说 对 他要让你觉得神权很大 神很大 所以让你走进去 觉得你特别的渺小 所以哥德式的教堂 有这个特征 所以你以后 如果有机会去欧洲 你就看看这些教堂 只要是尖尖塔的 都是哥德式的 巴洛克斯就是很华丽 他比较新的 大概18XX年那时候 巴洛克斯的 OK 巴洛克斯之后是 洛克克斯 有听过吗 洛克克斯呢 洛克克斯呢 除了有巴洛克斯的大器 跟豪华以外 他还很可爱 他有很多小小的装饰 OK 很可爱 洛克克斯的建筑 所以不是Q版 不是Q版 他也有大器的部分 可是你如果去一个洛克克斯的建筑 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 就是房间里面的摆饰 他就是会有一些小雕花啊 小水果啊 小天使啊 很可爱 洛克克斯的建筑 最有名的 应该是在维也纳的一个 狂公 叫做美泉公 或是熊布朗公 他是 他们那个年代 很重要的一个女王 凯撒尼尼士 还二十 我也忘记了 反正呢 他就是 等一下会讲到 通常 王位啊 或是title 都是继承给儿子 你们有问我为什么 你们那问题 没有问我过什么 我等一下再解释 通常都继承给儿子 所以其实 对啊 所以其实 概念是一样的啊 而且 我跟你再讲一个 你看呢 我们现在台湾 或是中国人结婚 以前我阿嬷 我奶奶那一辈 他可能会冠夫姓 对不对 现在谁冠夫姓啊 对不对 可是西方人 如果你嫁人呢 你就上司 你娘家的姓了耶 对不对 所以 因为这个姓氏 他们其实还没有改变 这样子的逻辑 所以 传子 不传女 是很正常的答案 因为你女儿嫁人 就上司 你的姓氏啊 对不对 那现在英国流行 用个嗨粉把它连起来 对 用一个线 给它连起来 中产阶级 有钱的中产阶级 尤其是这样子 OK 喜欢把爸爸妈妈的姓 连起来 变成一个新的last name 所以他们last name就很长 OK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看到 有没有两个 对 对 对 我还没有看过 那么长的 太长了 我还没有看过这么长的 OK 好 大县章 大县章就是在这边 四分之一的部分在这里 OK 那它 因为它very fragile 它是写在羊皮纸上的 非常非常的脆弱 所以它是 在这个教堂里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屋子 等一下 看一下 诶 看一下有没有 应该是有才对 嗯 这个都太卡通了 好 对啊 这这这这 OK 好来 你见到你到那个Saysbury Cathedral 大教堂呢 它就是有个小小的chapel 小小的祷告间 然后它就告诉你 这个大县章 为什么这么重要 OK 那它有一个tent 它有一个帐篷 然后里面都暗暗的 然后把大县章 好好地保存在一个 玻璃的箱子里面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大县章 它是一二一五年前的 你现在多久了 八百多 八百多年 八百多年 我都很重要 OK 好 所以你看到它 你真的会很感动 就 那个时候做的 OK 它其实就是好好保存的 它有很多手抄本 以前没有印刷书 印刷书到13世纪才发明的 所以它就是用手抄本 OK 然后大县章 那这是讲monarchy 也可以有关于它的君主制 接下来下面呢 我们要讲targman 它的国会 OK 好 接下来这是great council 在第一段的 我看四十四页第一段 可是我们要回头看注释 好 来great council 是大议会 OK 它说在中世纪的时候 国王很需要借钱 才会召集一些上层富裕的大封建领主筹钱 那这些大议主 有没有 就成了 就组了大议会 可是后来发现呢 人实在太少 国王就开始说 这些有钱的封建领主 就是人太少 他们没有办法要到更多钱 所以十三世纪的前后 国王就开始呢 把各县啊各市啊各政的代表 只要是他能够募得钱的人 全部都纳在这个great council里面 OK 所以great council成立的目的其实是什么 给他钱啊 对 他需要钱 国王需要钱 OK 好 所以呢 他 他widening the great council to include representative of punky cities and towns OK 那为什麽目的叫什麽 get them to contribute OK 请你要赴典 请你要捐钱 OK 好所以呢 great council的组成呢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who were summoned by name 就是house of lords 可以吗 就是 他的title是世袭的 OK 那些就是 本身就是有名的人的家 还有representative of communities 跟社区的代表 叫做house of commons OK 普通人啊 OK 所以大great council 组成的有这两个部分 OK 好 接下来第三段 在五十四页的下面 好 他说什麽啊 william of orange OK 在五十四页的下面 四十五页 对不起 四十五页的下面 OK 好 他要讲william of orange 好好笑喔 好 william of orange呢 他是说什麽 他说之前呢 有一个国王啊 他想要仕途 因为他国王觉得说 齁 为什么要有议会牵制我 即使他捐钱给我 我干嘛听他的 OK 所以他不喜欢这样子 Alright 所以他觉得说 我要统治 OK 然后我不要 不要受议会所绑住 Alright 那但是这个呢 后来呢 被议会的人 嗯 我看看 OK 好 后来呢 因为之前的国王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这个william of orange 还是说好吧 可以的 那 我们就通过一个bill 现在看喔 叫做the bill of rights OK 是权力法案1689年签的 OK 那这个法案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 make sure king will never ignore parliament OK 国会永远都不可以 国王永远都不可以 忽视国会的意见 OK 所以是bill of rights 是这样签的 我们在讨论美国政治了 是不是也讨论过三童的 对不对 我今天没有带美国的课本 但是你们有 我们上次有讲到 他们也有一个right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bill of right 是吗 可以帮我翻一下你的课本吗 可以帮我翻一下 可以帮我翻一下 因为他们才能够撑播比较晚啊 是不是啊 也有一个bill of right 对吗 你帮我看 应该是在第二章吧 对不对 constitutionally 对吗 有没有 他们有 他想什么 所以他的bill of right 是保障什么 人民有一些基本的权利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一样是bill of right 内容 有差 对不对 美国的bill of right 保障谁 人民 对不对 啊这个咧 英国的bill of right 你觉得保障谁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保障人民的声音嘛 因为parundament是那些领主啊 还有代表组成的 对不对 可是他并没有详细规范说 哪些right 神明被保护 他就只有说 国王你不可以护士我 他就说国王 对 国王你不能护士我国会 所以可以护士 我国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有点不一样 所以蛮有趣的 一样是bill of right 可是不一样 ok 好接下来the birth of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 好他的prime minister是什么 首相 cabin就是他的内阁 在哪里啊 看看 在46页 好来 cabin是什么 就parlementarian ok 就是那些议员们 ok 由议员们所组成的 叫做内阁 ok 通常呢这内阁要得到house of common 也就是那些地方代表的知识 ok 好 好 再来 第二段他说什么 George the first 好 他讲说为什么会有prime minister 好 因为呢这个 呃 其中有一个女王 1724年的时候有一个女王呢 他死了 ok 那他死的时候并没有产下抗士 所以呢 没有办法啊 那血缘很重要啊 所以他们就从德国进口的一个国 好 ok 那他的血缘是正统的没有问题 只是当初不知道为什么 一进口我写拿 import了 他写拿 我直接翻了 ok 他说so Britain had to import 不是 不是 是进口 因为他没有子嗣啊 死掉的女王没有子嗣啊 所以就找一个跟他血亲最亲的 有没有 但是那血亲最亲的可能在德国 可能是他哥哥的儿子 或者是他妹妹的儿子 ok 你知道吗 所以就进口了一个国王 好 所以这个国王叫做Georgia First 他是乔治一世 他是德国进口的国王 他英文说不好 所以本来呢 是国王跟女王要跟内阁的人沟通的 但是因为这个国王呢 他英语说不好 所以只好让其中一个大臣去见这些内阁 所以呢 这个大臣后来就会变成了 Prime Minister 变成他的首相 所以本来这工作是国王的 但是因为这个国王英语很差 所以就变成这样 所以才有首相的单身 这一段所以讲这个很简单 好接下来我们讲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是宪法 对不对 好我们之前讲美国历史的 美国政府的时候 还有你想一下台湾的法律 其实宪法都是有条文的对不对 好那是英国的很特别 他说什么 Without written constitution 他是没有文字的 没有书写下来的文字的宪法 那他的法律是由哪些东西所组 哪些法所组成的 有三个 好看好了 第一个叫做Statue law 是成文法 OK 在74页的中间 OK 好Statue law 他是怎么样成 怎么样变成文法的呢 他是law passed by parliament OK 由议会所通过的法律 这个叫成文法 Statue law OK 好接下来他还有common law 是普通法 对不对 这些law呢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rough common practice in court not because parliament has written them OK 所以他成文法之所以会有是因为这些法律 或这些规范呢 已经在 OK 要怎么说啊 好 他就是 是法庭通过判决而形成的法令 而不是议会通过的 可以吗 所以就是已经有一些过去的case OK 那法官判了这个case以后 然后他就以这个为一个先例 可以吗 叫做普通法 OK 通过历来的判例而形成的法令 我知道很难懂 因为台湾跟英北 不一样 对 我们台湾是有条文 对不对 他们没有条文 他们看case 他们看判例 看判例是什么 OK 法官怎么判 然后觉得 喔好 那下一个 之后发生的事情 可能就引用这个判例 的判决 台湾好像比较熟 有时候会打出来 法律的 就是打官司也就会有办法 我们对法律 不是很熟 应该请了法律学老师 好 接下来呢 说statue law and condom law 还有一个convention OK convention 就是习惯 convention 它是什么 which are rules and practices which do not exist legally 所以它是法律上 并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是重要的习俗跟习惯 OK 好 所以它的宪法 是由这些东西所组成的 蛮特别的 所以基本上 以我们的概念 要成为法律 需要议会pass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以我们的标准而言 只有statue law 才是真的法律 这是议文吗 有没有 以我们的标准 以我们的标准 对不对 convention 都是参考用的 对不对 但是它呢 就是把它当成是法律判决的议论 就是法官判决的标准之一 即使它不是成文法 即使它没有写下来 对啊 习惯法 看起来就习惯法 我也是在读的时候 我也觉得习惯法 其实是最奇怪 可是现在你仔细去思考 英国这个国家 它的传统 它或许真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书写下来的 传统就是这样 我觉得 嗯 对 或是书写下来觉得很北齐的 哇 好意思信仰 对啊 例如说 英国有个法律是 你不可以杀天鹅 你如果杀了天鹅 就犯了叛国罪 因为所有的天鹅 在英国之内的天鹅 都是女王的 所以你等于杀了天鹅 你就杀了女王的东西 判国罪 所以他还是 嗯 嗯 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这样没有错 好 接下来47页的下面 他要讲parlament 他的国会 所以国会呢 他说 parlament has a number of different functions 他有不同的功能 他第一个最首要的功能是什么 pass laws 就是通过法律 可以吗 不然他在那边干嘛吵架的是不是 好接下来呢 他还有一个功能 他是voting for taxation 可以他投票来决定税收是多少 那你不要想说 其实我们的立法院 应该也是有这种功能吧 今天如果政府决定要涨税 或是降税 其实都应该 投票 要投票 要决定嘛 对不对 所以议会有这个功能也ok啊 接下来议会的功能是什么 检视政府政策跟国事 这个的英文在哪里 我把它自己summarize 好来 所以这些议会的功能 跟我们其实差不多啦 对不对 通过法律啊 我们也有啊 对 voting for taxation 就是投票嘛 来决定一些事物 对吧 然后检视政府的政策跟国事 ok 好 他们呢 对于这些parlementary parlementarian ok 这些国会议员而言呢 there are no legal constraints 他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限制 但是呢 you need to bear the common laws in mind 好他必须要把呢 他们的成文法跟习惯法都放在心里 ok 所以他并没有限制 其实台湾的议员也差不多啊 对不对 他基本上有言论免责权啊 对不对 但是就是给他的权利嘛 对不对 那有言论免责权 基本上他也没什么大的限制 因为我们觉得说他为民喉舌 应该要给他一些空间 哪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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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应该在四十八了 对啊 我在四十八页的中间那一段 ok 好 他说 嗯 接下来是什么 好 如果他通过一个法律呢 他需要什么啊 他需要needs the queen's consent to pass the walls ok 他需要女王的同意才能够通过 让他成为statule ok 那这个其实一样嘛 就是我们也需要总统签署才会变成法啊 美国也一样啊 他需要总统的签名嘛 对不对 所以就要只是换成quid而已 ok 好就这样 所以功能差不多 ok 好 又讲到monarch ok the rule of monarchy 好 快讲完了 他说the rule of monarch ok 好 有关于皇室的功能是什么啦 好 他举了女王方例子 对不对 他说第一个女王represents Britain at home and abroad 所以他不管呢 在哪里 他就是代表英国的 在境内代表英国的人 ok 不过在国外也代表英国 所以他很大的 right 我昨天晚上滑手机的时候滑到一个 来源不不明的一个网页 他说女王有十个你不知道的权利 他每个都这样子 对不对 你知道很多那种狂新闻啊 或是什么 你知道那个source 他的source 他的source都是存疑的 我每次都封个question mark 那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女王有十个权利 我现在记得几个 他说女王是世界上少数 不需要护照就可以到处出国的人 真的吗 对真的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明白 因为所有的护照都是女王发的 他何必自己发一个给他自己呢 对 然后女王呢 他可以随便抚养 抢别人的孩子来抚养 那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现在的女王啊 女王呢开车也没有speed limit 他也不用分手速限 但是也不用驾照 因为驾照也是女王发的 所以他也不用驾照 可是呢 我们现在的女王 他其实在二战的时候 他是开救护车的 因为在英国 他们觉得他们的长子 OK 都需要接受军事训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英国王子 其实他是非空军的 不知道上位还是什么的 对 他是有个军谱的 OK 很久很久以前的传统就是这样 就是长子 你就是要去接受 军事训练 OK 好 所以女王他在二战的时候 他在二战的时候 但是他没有驾照 蛮酷的 对不对 我现在只想到三个 还有另外几个 我有点忘记了 女王可以随时发动战争 不用没想到 女王可以随时 但是他不会这样子 对不对 现在的女王不会这样子 OK 还蛮好笑的 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 因为 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 但是就是听听就好 OK 因为他是翻译成中文 所以我更蠢 以他的本源 对不对 有时候怪怪的 他有啊 他有绝对的权利啊 女王是在 是有绝对的权利的 OK 好 那这边他说女王公的一 就是代表英国嘛 二什么 Safe Goods Ender 他就是为这个 他的citizens 他要他的人民 就是做一个role model 他需要当一个那种 就是那个 人民的典范 他就是为了典范 OK 好呢 我看看 嗯 好 他说女王呢 他说 She is legally head of executive in integral part of legislature and head of judiciary 所以他是行政立法 还有司法的头位 所以他其实是很大的 而且军权神授 他是supreme governor 而且还是the head of church of England 他也是英国国教的首 我觉得他很大的 好 那近年来呢 其实皇室 我就跟你说皇室 并没有 怎么说 皇室并没有受到人民的爱戴 主要是因为什么 他的子女的挥霍 还有他们的飞文 OK 嗯 查理斯王子 查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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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 Charles 他就是跟大安娜的故事 自己去看电影 OK 他也是有飞文的 然后他的女儿 好像是安妮公主吧 也是很挥霍的一个人 OK 所以 所以所有的英国人民 他们纳税就发现出 他說你的子女是这样挥霍 我去哪里 就开着自己的私人飞机 也是我纳税前给你买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你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无条件的供奉皇室 你皇室住的皇宫 年久失修 随便翻新要几百万金包 为什么我的税收 要给你翻新你的皇宫 OK 所以人民会起来反对他 OK 所以Task Payer Support the Royal Family 其实是一个问号 OK 他其实并没有support the Royal Family 他觉得他是很怀疑的 因为英国税收很高 他不能不假 他不能不假 他会被罚款 对不对 所以他不开心啊 所以他会不开心 祝你皇室拿我的钱这样子挥霍 OK 好 所以呢 这个现在这个女王 其实他倾听到人民的声音 所以从1992年开始 他是有缴税的 那你就说个女王没有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去挥手了 有没有 对不对 女王没有工作拿来赚钱 好 他为了要 他为了不想 他其实 他其实为了要停止民怨 我觉得他税才这么做 所以他开始缴税 那他税收从哪里来 他房子很大啊 他有很多property 有很多房子啊 对不对 你听过的应该就是白金汉宫 Backington Palace 他有一个Winsor Castle Winsor Castle Winsor堡 你听过吧 有很多人要说 温莎堡是这样 好 温莎堡的女王 他的一个城堡 他平常没撕小群的人 这个女王有起来的群 OK 好 那他呢 就把这些皇宫 平常夏天的时候 就开放的人民参观 那开放要收钱嘛 好 这个钱呢 就变成 对 交税 还有他自己的用度 所以他这样做 这个人民就比较不会不开心 不然就觉得皇室不是生产啊 然后你还有一些绯闻 OK 这个女王是没有 OK 嗯 呃 为什么他没有 因为呢 他从小 他就知道他是皇位进城的 所以他的爸爸 乔治六世 就是那个讲话 会stemon 会 我要死 会口急的这个国王 对他的教养相对的严厉很多 对他的妹妹 是安凯才安迪欧能忘记 对他的妹妹 他是极其的宠爱 因为他知道这个妹妹不会当 不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可以吗 所以他的爸爸教育领导人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从小就是把他当成王位继承人 他其实也是啊 他其实就是王位继承人 所以从小就是这样培养他 所以他的举手头组都在 都在方寸子内 是教养合成的 我之后给你看的影集 你会知道 OK 那女王呢 他也很特别 女王也有接受教育 可是他的教育 不是我们的这种教育 他不学一般的数学天文 底的历史 他不学 他学如何当一个女王 很抽象 对不对 什么叫做如何当一个女王 他要学习如何在大成 在国际第一是一定要的 他要学习如何 因为不管怎么样 他是英国最大的人 可是其实他没有掌政权 对不对 所以他要学习 怎么跟这些 Prior Minister 跟他有总理沟通 那总理呢 每个礼拜二 他会固定进到皇宫里面 来跟女王上讨博士 那女王将根据他统治六十几年的 这个在位的经验 OK 然后跟他分享 OK 但是他会需要皇宫中立的 所以这其实很难 OK 为什么我说女王没有接受 proper education 因为我看影集 我看了Vittoria 你们知道Vittoria是谁吗 有没有跟你讲 维多利昂女王呢 她是现在女王的真祖母 五代以前的 OK 嗯 维多利昂女王是现在 英国历史上 还有世界上 在位第二九的君主 那你猜第一名是谁 Vittoria 你猜第一名是谁 Vittoria Vittoria 没有 是现在这个女王 Vittoria 她在位六十五年了 她在两年前 超越她的真真祖母 我有一点好奇 为什么第一十年 为什么是她五代 对啊 就是命名啊 取名字的关系而已啊 就是命名啊 取名字的关系而已啊 对啊 所以皇室的名字 就是那些轮流用 Elizabeth啊 Ain啊 Mary啊 Vittoria 所以这些英文名字 还很多啊 这些英文名字 就是女王 女生 皇室女生用的 夏律帝也是Charlotte 男生就是应用什么 Alexander啊 William啊 George啊 还有什么 Henry啊 就是这些 你去看啊 其实很有趣 OK 我为什么讲这个 我在讲这个 黄色之间的关系 所以维多利亚女王 她很重要 我没有给你们看 维多利亚的 说proper 什么education 对 她没有介绍proper education 所以我看影集 发现了 其中在维多利亚 那个影集里面 有一集 她的先生 维多利亚女王先生 是King Albert 他是德国的 一个王子 OK 她跟维多利亚女王是 表兄弟姐妹 表姐弟 姐弟恋 姐弟恋 他们生日只差几个月而已 表姐弟 然后呢 他们结婚以后 那个 其实 Albert亲王呢 他很喜欢 化学 不是化学 他很喜欢科学的东西 所以有一阵子呢 他就很跟数学家来往生命 然后呢 女王就说 好吧 既然你那么喜欢这些数学家 如果把他邀起来往后里面 我们办个party 我们带他social一下 我也认识认识他们 好 那在这个party上面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亲王呢 就跟其中一个女数学家 在讨论pi 圆周旅 然后他们就讨论很开心 女王就飘过来 说 你们在说什么 然后 所以说 我们在讨论pi 然后现在这个pi 我们数学已经有个机器 可以计算到128位了呢 然后女王的回答就是 哦 是什么样的pi 要切成180块啊 因为英文他说 什么pi we can now divide it into we can now divide it into a hundred and twenty eight places 然后女王就说 what kind of pi need to divide it into a hundred and twenty eight pieces a hundred and twenty eight pieces 所以其实 他用这样一个对话来表示说 其实女王对这些没有概念的 她不学天文历史 但是她并没有了解 她们在讨论的数学是什么啊 ok ok 对啊 然后她就会 不是啊 她不是这个意思 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圆周语 ok 好 这是其中一个 我在影集中看到的例子 另外一个我在影集中看到的例子 是我之后会给你们看的这个The Crown 她在讲现在伊丽莎班女王的故事 那她有一集呢 就是请了一个private tutor 她希望找一个家教来教她 基础的education 因为她没有学过这种 她是学习如何当女王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现在的皇室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我记得像威廉王子她有念大学的嘛 她念St Andrews 她念在我叫北方 在苏格兰的一个蛮有名的大学 然后查理斯青王 Charles Brince Charles 她应该是念剑桥吧 所以现在已经有接受proper education 但以前是没有的 对吗 以前就是学习如何当女君主 很不一样 好 那她要保持中立的地位 就是说 因为她在 她当女王的任内 她不需要跟不同的prime minister 这些prime minister 可能来自不同的party OK 来自不同的政治党派 因为她 不能告诉别人 你今天是个叉叉党 黑局 我不想跟你讲话 她不可以做这样 她必须要是中立的 对吗 好 要休息吗 Need a break 其实我好像就这一张都讲完了 我把这张讲完再休息了吧 这张讲完好不好 好来 House of Lords House of Lords 就是那些人她是title 对不对 她是 她以前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进到great council 大议会里面的时候 她是因为她的名字 而进来的 对不对 好 那她们这个title呢 也是跟 也是世袭的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算过一个叫做life peers OK 什么叫life peers 就是她是终身的贵族 OK 她只要生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性 她就是终身的贵族 那为什么有人问我 泰克为什么要父子世袭 刚刚我解释过 为什么 为什么是父子世袭 为什么传子不传女 对 就是女生家 就超多家里面 就是女生家 对 因为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可以说 不会年轻 这是现在啊 而且是中产阶级才这么做 我们学校不是有钱人念的学校 有钱人贵族 会去念Cambridge and Oxford 我学校是有钱人念 但是没有那么有钱 她们是中产阶级的人 所以你看她们的学生 设计就那一步 你就看到那个名字会延期 不好意思 我们都懂 Why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长个名字 因为可能是什么Mercedes hyphen 然后什么Smith 这是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 然后中间连起来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英国朋友解释给我听 然后说现在英国人流行这样子 尤其是有钱的中产阶级 OK 所以还蛮有钱 OK 好 嗯 对啦 好就是House of Lords 留名丢名字 就是英国这个title 是什么世袭的 好我之后呢 我看她 我接下来就没有要说什么了耶 接下来她后面呢 五十一页还要讲一些英国的政党啊 那英国政党呢 主要有 勞工党 conservative 保守党 还有liberal democracy democrats OK 自由democrats 民主党 OK 就主要是这些 我们其实比较 台湾人的媒体比较少报啦 对不对 那现在英国总理是谁 英国的首相是谁 是Teresa May啊 是一个女孩 一个女人啊 对不起吧 没有啊 你知道柴契人夫人 她以前是首相啊 对啊 我们其中的报告 有一个是她 对吧 柴契人 Margaret Chancho 我一直觉得她提搭的 我一直觉得她提搭的 给什么 她给大家跟牛奶啊 她是提指纸的小学 因为提指纸的小学 然后她的手法 你追我追我 我不记得什么 你从哪里听 好 所以英国的政治 大概就这样咯 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是The Monarchy 有宝国君主制 有Parlement 对吧 有国会啊 还有Prime Minister 对不对 好 大概就这样 Let's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 好 这个女王就是我刚刚介绍的伊丽莎白 不是 不是 是维多利亚女王 她是现在的女王的真正祖母 OK 她呢 她的老公是Albert亲王 她们两个是唐姐弟 Albert亲王呢 其实四十几岁就死了 可是呢 我们这个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 她活到八十二岁了 她十九岁都登基了 所以她在位六十三年 她本来喔 不该她登基的 OK 是因为呢 她前任 她的前任 那个国王 忘记是几世了 OK 死了的时候呢 维多利亚女王的爸爸 那时候也死了 懂吗 等于说她的大伯 死掉以后 继位的应该是她爸爸 懂吗 她的大伯嘛 她的大伯嘛 她的大伯是 就是爸爸的哥哥 我们现在女王的爸爸 乔治六十 就是那个王者之生 假如会stabber 会口级的那个 她本来也被用到当国王 本来是她的哥哥 乔治五十 乔治五十 乔治五十呢 是个为爱 而放弃江山的男人 真的 她爱上了一个人 然后不是她本来的妻子 是别人的 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好可怕喔 她爱上别人的 她爱上 反正就是她爱到不该爱的人 可是她真的超爱她的 所以她放弃王位 所以她放弃王位 所以她会放弃戏吗 不会放弃戏 黄氏的成员是没有戏的 她没有last name 她的 她就是 她有代表 duke of 什么地方 或是什么 那她代表有皇位 没有啊 她还是有她的代表 但她就不是king 所以她放弃了王位 对不对 王位就传给她弟弟 所以她弟弟接到王位的时候 就创赛了 我是一个 我讲话位置的 口疾啊 有没有 因为她的 他们的爸爸 其实是很严格的爸爸 所以她才会造成她讲话 口疾 然后王者之身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他是在讲说 这个国王如何治疗口疾 对不对 为什么治疗口疾 很重要 以前那个年代 大概七八 不止哦 二战的那个时候 电视是不读片的 主要什么讯息 都是通过广播 所以有的时候 我网上发表 对全民的演说 尤其那时候二战 他需要 share people up 对不对 他就只能用广播 那你想来一个 口疾的国王 然后广播 所以她觉得她一定要克服这一点 所以才讲了这个故事 我要回来讲这个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 八十二岁 可是她的丈夫四十一岁就死掉了 所以其实她后来的日子 她到晚年的时候 她觉得王位超无聊的 她上次她的所爱 她的爱我的亲王 虽然是政治联姻 可是他们非常的相爱 她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 那你等一下看预告片 你看到这个女王 她呢 矮矮胖胖的 OK 英文都笑她是企鹅 OK 英文笑她是企鹅 她演来蛮到位的啦 我觉得就是演到女王后期 OK 她是演来比较厚 年纪已经非常大的女王了 好那这个女王与自己呢 她这个自己是个印度人 OK 听说这是一段皇室一直想要 皇家一直想要掩盖歷史 但是好像被历史学家 从女王的笔记本 哦不对 被一个印度的历史学家 从这个印度人的笔记本里面 发现了这件事情 所以把它演出来 不是啊 就是从她笔记本里面发现说 她跟女王其实真的是好朋友 OK 对啊 因为觉得说 女王应该要跟她身份 对差不多的人 那个感情很好嘛 她跟她其实就是仆人的关系 就是一个君主与仆人的关系 你看了你就知道 你看到高朋友就蛮有趣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好可惜 哎呦 今天不是可惜 我觉得你们对英国的历史 然后这个好爽好可惜 其实我也不喜欢 我不是一个喜欢历史的人 但是我就把这些事情 当成故事来看 然后我当初就是 我去英国念书以前 其实对英国历史 就是一级半截这样子 OK 所有东西就有 我对英国知道的事情 都是分散的 比如说我知道亨利巴士啊 然后我知道那个 有利塞白仪式嘛 她以前是建立英国海上强权 很重要的一个女王 然后就是这些故事都是散的 可是后来就是今天把她串起来 我就觉得好有趣喔 好好看喔 OK 就觉得美国那些 是个没有文化的地方 OK 都有个人潜见 OK 那相对文化真的 我没跟你们讲吗 我突然去美国 你刚说美国 美国没什么文化啊 会吧 他有文化 我没有跟你说吗 如果你出国 你听到呢 讲英文讲很大声的 保证是美国人 保证 就是他们讲话就是很大声的 如果你出国 听到讲中文讲很大声的 算是大大人 如果你出国呢 如果你出国 去欧洲啊 去欧洲 或去日本 也可以 你听到讲 你听不懂的语言 然后讲很大声的 大部分都南欧人 南欧人 对 那你觉得咧 台湾人比较少 我觉得 台湾人很少在那边叫嚣啊 但是 我觉得蛮少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人口少 所以感觉起来很少 还是因为什么 可是你都说 你真的 真的讲英文讲很大声的 都是美国人 你听accent就知道嘛 你听口音就知道 都是美国人 我以后面 我不赖他们啊 对不对 英国人真的讲话都小小声的 我去咖啡厅 坐满了人 可是其实他们都在讲话 但是你听不太到 他们在说什么 大家讲话的声音就是给你的朋友听到的 对 就想好声乐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民族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讨论问题好不好 最后一次了 好 他问我说 我整理了一下 后面有一些 被我红色标记下来 其实我也忘记谁问的 他问了我六题 但是都看错张杰了 对 对 我不知道是谁啊 应该说我知道是谁 我在我的成绩本上做了记号 因为我很犹豫要给他几分 他看的没错 看错张杰了 我也不知道 他看错本了 他看错本了 所以我做了记号 但我现在不想去追究是谁啊 那这些我就把它弄起来了 好 那我们就讨论前面嘛 他说 Why does a country need a king need a queen or a king 你觉得呢 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君主 还是你觉得其实国家更不需要君主啊 就是觉得不用受同位 在你问的 在这里问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不用 就是台湾 台湾也没有为好 英国是 你再说一次 英国是 英国是 其实你去想思考一下 那些历史很长久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君主制的耶 只是说现在很少有king同时拥有政权 因为民主的概念和思潮 总是已经卷片全世界了 现在都是君主是君主 可是他都有一个prime minister 他都有个总努力 或是一个内阁 你看历史1986 其实泰国也有亡嘛 对泰国有杀 对不对 泰国也有亡 他死掉了 他死了以后泰国全国全境 他已经要这个默埃一年耶 好的 默埃一年 默埃一年 真的 一年之后最近才火化啊 你不知道吗 默埃一年那很默埃 就是不能 好像前三个月 是不可以打死 护杖死了 有的 就不能庆祝什么的 然后电视机 有一阵子也是黑白的 泰国 很厉害耶 你看这个泰王 并没有输我们的女王耶 并没有输英国女王 对不对 所以究竟一个国家要不要君主制 其实 I think it depends 嗯 而且其实一旦有君主制 你要废掉 容易吗 你觉得容易吗 黄室 黄室 也有挺黄室的 应该也有挺黄室的 对不对 觉得说黄室是代表我们国家干嘛废 有一点冷面的概念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人民会尊重有皇室 因为这是传统的一部分嘛 嗯 对吧 很少像中国这样啊 每个朝代 然后最后清朝被推翻了 之后没有王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他被推翻是有理由的 因为当时皇帝就是政权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当时的皇帝 他愿意接受说我是一个虚伪的君主 没关系 你给我一个内阁 或是你再去成立一个内阁 或是你去选一个总统 我OK 今天可能有可能 我们现在也是有国王的 那有没有自权是因为 因为我就跟你说现在的皇室 没有政权 有啊 这张歌曲都是有政权的啊 你看英国他也是签过这些法案 然后军权越来越小嘛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民权 这就是民主的风潮带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过程他一定做了很多推荐 他一定也很不爽嘛 以前摸很大內 有沒有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 對吧 所以就是我覺得中國之所以 我們為什麼現在沒有king或是queen 因為他們說不要我要全 他如果說沒問題你留我的狗命 有沒有 讓我皇室血派留下去 今天或許他有愛心絕裸欸 對不對 因為最後一個清朝皇帝 他是愛心絕裸 不知道誰會医藥 對不對 他把他架空他不要啊 就算了 我們其實民主把他們趕盡殺絕了 但是國外並沒有怎麼做 所以並不是我們需不需要 而是這個歷史演化的過程 到底對他們做了什麼 對 如果當時他願意被架空 我們可能現在也是有亡的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欸 就不知道 我就跟你說歷史這個過程 到底退讓到哪裡而已啊 對啊 泰國的泰王也沒有權 也沒有政權啊 沒有這種情況 他就是一個symbol 泰王是被泰國人就這樣敗 對 就是你知道哪裡可以看到泰王的相片 對啊 就像以前放國父那位子一樣啊 只是我們就很不喜歡這種偶像崇拜 把它都拆掉了 對啊都拆光光啦 沒有在拜這種講公嗎什麼都是罪人 對不對 看你歷史怎麼寫的啦 OK 所以這一題就這樣 可以嗎 我的解釋你OK嗎 可以OKOK 再來 Why doesn't UK monarch want to take real power 好這個 為什麼他們不想要拿真正的權利 你覺得他們不想嗎 但是國民不敵 這是要延遲防守的 我覺得說 對 可能歷史上他真的很想 他也不想放手 可是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法律都規定出來了 都簽了也不能這樣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事情 而且真的啊 今天如果女王一個下印說要做什麼 他沒有國會 他不能ignore國會耶 你記得嗎 對不對 他如果沒有國會back him up or back her up 他怎麼做事 所以這也是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嘛 對 試則生存 他當時一定是願意低頭 某一個王 或某一個王 某一個 king 或某一個 queen 他低頭 我就好沒問題 這樣子以後就這樣 對不對 所以並不是 沒有人不貪戀權的啦 很少 對不對 其實你今天是一個王 不是你是一個王 什麼王 一定要貪權的啊 對啊 所以但是在歷史發展中 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對不對 好再來 Why doesn't Why does the UK love the monarchy 有嗎 有到樂嗎 還是入比 你覺得有嗎 你覺得他們有愛嗎 有些人會支持 有些人會支持 或許啊 I think for some extent they respect the monarchy 他們是尊重他的 OK 但是如果他們做了什麼壞事 是忘了什麼醜味 一定也是狠狠罵他們的 對吧 人就是這樣 普通人就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第一 啊這個很酷 這問題要什麼 The UK royal family does not have any real light So is the royal existence only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 是嗎 皇室的存在只是為了要更話清楚 class 就是階級嗎 我覺得 not necessary right 我覺得階級是階級 皇室是皇室對不對 只是說今天如果有皇室階級字就會更明顯 我覺得 對不對 皇室就是那個最高的 基本上所有的階級都是皇室給的啊 對不對如果沒有皇室階級就亂了啊 對不對沒有這個頭 啊我管理的我就是我自己叫我自己什麼絕就是什麼絕 對不對 所以皇室的存在並不是要劃分階級的 只是說有皇室就會這個階級字就可能很難打破啦 OK 可以嗎 好再來 Bill of Rights我討論過對不對 這條這個問題好難回答喔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y 現代民主國家 Bill of Rights有民主嗎 英國的Bill of Rights有民主嗎 我們是不是討論過這個 我們是不是討論過這個 課堂上是不是討論過對不對 我叫你們去翻你們的課本 我叫你們去翻你們的課本 Bill of Rights他說什麼 國王永遠不可以 不管我國會 這樣是民主嗎 你覺得跟你的民主概念是一樣嗎 要跟那個國會是怎樣進去的啊 對啊 他們的國會很酷就是有House of Lords 對 我笑說這個名字 所以我可以進去對不對 還有House of Commons 對 一般普通人的 好 好 這個我都講過啊 就是沒有 pass 他的title 為什麼pass through the male line 這個懂吧 懂嗎 其實我現在懷孕啊 然後他跟媽媽就會討論說 重男輕女的概念 你覺得 生男孩生女孩 對 到底生男孩還是生女孩好 其實我覺得我真的都一樣 一樣好 你覺得你爸爸媽媽 你覺得你的爸爸媽媽還有重男輕女的舉手 我覺得 我覺得 你覺得你爸爸媽媽還有重男輕女的舉手 你覺得你爸爸媽媽還有重男輕女的舉手 沒有啊 我就是因為這個重男輕女概念 我覺得會一代一代越來越大 因為你阿公阿嬤一定重男輕女 對不對 他家族可能還是會有 我也不知道 那你們呢 你們重男輕女嗎 不會啊 可是會長男女 真的 一人的 為什麼 還是你重女輕男 對啊 還是有長子 對啊 那你要想說家裡面只有兩個 家裡面只有兩個多女生 我家就是這樣啊 結果我跟我妹妹啊 那他會有重男輕女 就拿來是男的 拿來是男的 我媽媽 我那時候嫁人的時候 我媽媽是說 我把這個女兒當兒子養 她說你看她長那麼高是那麼多 你知道這是個兒子的概念這樣子 對啊 但是就 有啊 幹嘛 沒有啊 我也不知道 或許你們現在還沒有感覺上 可能當你到了失婚年齡 你可能就會感覺出來 就是那種女生然後嫁去別人家 然後你就要犧牲比較多 你可能要住跟老公的家人一起住啊 之類的 我不知道到你們這一輩會不會改變 可是到我這一輩有在 就是以前結婚叫我平經嗎 對啊 對啊 那個感覺是買賣我的 對啊 對啊 那你要女兒要嫁女兒 然後你跟男方要一筆拼金嘛 那時候 我的老公的爸爸媽媽 就問我爸爸媽媽說 要不要拼 你們要多少拼金 我爸爸就說 不用了 要給啦 我女兒出國念書 一年一百五乘以四六百萬 你自己算吧 這只是出國念書而已喔 前面還沒有算給你 當然那誇張喔 我一年其實並沒有用到那麼多錢 但是他那個意思就說 我養我女兒養那麼久 我培養他 請問你要賭何用金錢來 來衡量 但是我知道 有些人還是很傳統 他就是要一個平靜這樣子 對啊 所以 這個重男 不是說 就是男女之間的觀念 也可以討論 因為美國家也不一樣 像是結婚啊 在台灣 就是可能 男生女生會對分 那個 費用嘛 可是在美國跟英國都是女生出喔 嗯 全部都女生出 那男方知道什麼都沒有出 都沒有出 還是他之後就會出出一些男生 我也不知道 就是每個人 那種家庭那個概念怎麼樣 好像還蠻有趣的 OK 好 再來 How does the Constitution establish justice in UK 這是 這是 他的問題想要問什麼 我不太懂 這是誰問的 康斯出選擇 康斯出選擇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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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UK沒有成文憲法 對不對 我們剛好講啦 他 Without return Constitution 沒有成文憲法 所以這題我不知道他要問什麼 好 所以這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再來 How does she become the member of House of Lords in the UK She 對啊 而且還How do she 欸 She是死誰 女孩子 對啊 那這是哪一個女孩子啊 House of Lords 如果title是傳子 不傳女 House of Lords 應該都是男生的 他應該說女孩子 他應該說女孩子 沒有女孩子 我不覺得有女孩子欸 這一點他們倒是挺傳統的 對啊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對啊 對啊 而且也怪怪的 身為一個老師就這樣 昨天我上一堂課 他們都說 現在期中考老師 你要不要來玩這個遊戲 然後可以消除壓力 我說 期中考沒有壓力 期中考最輕鬆的 因為不用上課 我就改靠就對了 我需要消氣完 我今天開始很氣 我需要消氣完 這三三三七七 然後第九題 剛剛我講過 What type of group is the wrong head 就是元獨黨啊 他想要推翻君主制度的嘛 對不對 剛剛注釋我說了 再來 這題 第十題好出格喔 他說 Humans made religion Why does religion control human self 就是跟我們現在討論UK政治 好像不太有相關對不對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你都問這種philosophical question 哲學問題 因為大家 那個 比如說這樣 我好像不知道 希望我還怎麼樣去 那是誰 反正就聽到 好像就是看到有關於 有宗教的部分 然後就是 那你為什麼就會這樣 你知道嗎 我都問這個 我這樣很意思 為什麼現在宗教 這麼影響人類 是不是 看你信不信而已啊 看你信不信而已啊 你信不信 對啊 宗教跟政治就像信仰 就是都是信仰耶 這真的好像不太有意思 最好是 你去問家找跟政治 找不一樣的人談論 不是 你沒有信仰自己 你可以完全公開 可是真的好像可以 你可以過上來 也沒有啊 你也可以不要管他啊 對不對 那 但是其實就是 這是一個 common sense 你去外面跟人家聊天 有兩件事情不能聊是嗎 對 對 就是宗教對不對 而且這是Universal喔 是全世界都這樣子 不太喜歡 不太喜歡 還有Salary 其實Personal Personal things 也不太能聊 對不對 好 第十一題 Why the most 什麼啊 Why the most of immigration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是為什麼東歐的人 要去英國找工作嗎 是嗎 是嗎 移民應該不是叫immigration 不啊 immigration是移民的名詞 是immigrant才是移民吧 對不對 We need to work on English 他應該是東歐版語的 移民是東歐 好那你們覺得為什麼東歐的人 而且他為什麼說東歐啊 其實都有啊 我們不要限定在東歐 就是 這是一個 這個 歧視 不要說是歧視 因為我覺得這是經濟主 這是一個經濟影響的行為 就是說 當你在你的國家工作 一個月拿一萬 可是你去英國工作 一個月可以拿三萬 因為基本工資的不同 請問你要不要去英國 我要先看那個消費 你現在有看消費 對 所以他看消費是英國 他生活名字啊 對啊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也會啊 例如說新加坡開了一個offer 他是一個月給你 你在台灣一個月拿四萬 新加坡給你開了offer 一個月七萬 你會動搖欸 對啊 動搖啊 對不對 因為你就說賺比較多啊 可以花一點多啊 對 這是如果你去權衡這個 對不對 你後來會想到這一步 就是喔我賺很多 我花費很多 可是 你現在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沒有權衡到那個啊 懂嗎 而且他們其實去 東歐的人去 很多都是做 我之前說過勞力密集的 端盤子 你如果去倫敦 你看餐廳端盤子 都不是講英文的 都不是native speaker 因為聽口音就知道了 聽嗎 好 嗯 這是 UK Royal Havs and Connections Government 他們 他不知道中立嗎 第13集不知道中立嗎 對 對不起 Do you think Heroctory is a good thing for their country 喔 世襲制 你覺得世襲制好嗎 這題還蠻有趣的 你覺得世襲制好嗎 那麼好 超不健康的好不好 那你不健康啊 沒有家族系列的 我一直說家族系列不健康 因為感覺要這樣 世襲制只有傳title 沒有傳其他 喔 title跟財產啊 你覺得這樣也不健康這樣 沒有 title感覺好像 所以你爸爸如果很有錢 你就不要世襲他了 沒有 嫌可以 但是那個title好像不代表什麼 所以你覺得title代表class 其實覺得這樣不健康 所以你們都不喜歡有階層 對 因為我們在 因為你們在中間 因為你們是在上面 哈哈哈哈 好現實喔 對啊 你出生在哪個家人就決定了啊 還有你是出生是男生女生也決定了啊 對啊 所以世襲 對 所以你們覺得不好 你們是鼓勵有社會階層流動的是不是 就例如說透過念書啊 賺錢啊這樣 流動喔 可能啊 好喔 天下而變 天下而變 好 第14個 最後一個 他說The UN is not the world government Why not make laws 這是什麼意思啊 蛤 蛤 歐盟不是世界政府 為什麼不制定法律 他現在法律不下還是UN 我不知道啊 我再聽啊 我不懂 其實這題我留下來 我是想說UN 你們知道UN嗎 UN UN UN是什麼 是那個是聯合 聯合國啊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賣光 他為什麼要制定法律 聯合國其實沒有什麼 聯合國 只是一個組織而已啊 對啊 他不是什麼法律 他是一個組織而已啊 他組織制定了 他幹嘛制定法律 嗯 嗯 是這個給我的嗎 嗯 OK 不管你 可以給一個說法 不管你這樣子 好 就這樣討論完了 來我要講報告的事 因為他真的有些問題 就是我這看以後超窘的啊 這什麼 這什麼 What are the source of UK concession 這課本上有講 還有這個 What was it exciting to join the house of lords in UK 我常常都有 我沒有看 Which UK prime minister do you like 我 我 我覺得這個 哪一個 我跟你說 你成為house of lords 有title就會有相對的約束 你們之後看Dumton Abbey 就知道 我會放給你看 唐頓莊園 OK 好 來報告 好 下禮拜我要看影集 我要看那個house of cards 紙牌屋 他是講美國政治的 綠證據 我這時候也給你看那個是因為現在那個主角 他有醜聞啦 因為最近他有在討論這個影集 所以我才給你看 然後剛好跟美國的政治有關 所以我也給你看 然後在討論歌 我會 tirar的 말고 谢谢大家